俄罗斯雇佣兵团瓦格纳兵变事件 严重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威信 虽然他同意让瓦格纳的首领普利哥任 到白俄罗斯暂居 但是分析相信普京不会放过对方 很大可能会追捕普利哥任 而这位雇佣兵团长也有所警觉 这一次的兵变也把俄罗斯内部裂痕 摊在阳光下 还大大削弱了军队的实力 普京要如何稳住局势 继续牢牢掌控权力备受关注 瓦格纳兵团兵变短短24小时便撤军 原本扬言要严惩叛国者的俄罗斯总统普京 也在白俄罗斯总统的调解下 放过瓦格纳首领普利哥任和整个兵团 没有任何参与兵变的人受到对付 虽然看似和平落幕 但整件事远远还没有结束 美国乌克兰特别事务前代表霍克 认为普利哥任发动叛变 让向来强硬不妥协的普京非常难堪 霍克相信被迫暂时屈服的普京不会放过普利哥任 或许下个星期就会开始追捕对方 以便修复自己的权威和形象 甚至有消息指出普利哥任已经被逮捕 或者即将被逮捕 而普利哥任自然不会坐以待毕 霍克认为他一定会公开自己被普京报复 以此作为反击的借口 拉拢军队和他一起除掉普京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接受ABC电视新闻访问时也表示 瓦格纳兵变对普京政权带来的挑战至今还没有结束 或许要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后才会稳定下来 美国欧洲司令部前将军布里德洛夫指出 过去两天莫斯科经历的一切让各界质疑俄罗斯的能力 这个一直被视为战斗民族的强大国家 政权正在慢慢瓦解 兵变事件中首当其冲的军事重镇罗斯托夫 目前已经恢复平静 没有引发流血事件 也没有造成任何破坏 唯一肉眼可见的兵变痕迹 就只有坦克在街道上留下的胎痕 但经历动荡的民众至今都还无法厘清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不是一通事了 知识香港人 不明不明不明 和不明不明不明 非常努力 所以今天今天 д藏了人 在心中中多了 对 有什么感觉 有感觉 有感觉 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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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始人 我 Rein 身的 恐怕 民众庆幸兵变事件和平落幕 但也意识到普京过去二十多年的铁腕统治 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必须马上解决 否则忍无可忍的民众 会采取和普里格任一样激进的方式 反抗普京 让俄罗斯再次陷入动荡 布里德洛夫强调 兵变大大减弱俄军的能力 短期而言 乌克兰应该抓着一切契机反攻 从俄罗斯的手中夺回被占领的领土 但长远的解决方案 就是北约必须认真考虑 让乌克兰加入 不只是因为乌克兰是民主国家 也是欧洲最大军事能力最强的国家 更主要的原因 是普京只会攻打非北约成员国 如果不让乌克兰加入 普京一定会重整旗鼓 再次攻击乌克兰